自从特朗普宣布5月8号退出伊核协议之后,伊朗将迎来美国一系列制裁。 现在美国号召全世界禁止各国和伊朗进行石油交易,号令刚出美国中东盟友沙特、以色列积极响应,然而作为美国在西方的盟友英国、德国、法国进攻然逼挺伊朗,并对于美国退出协议举动感到遗憾。 可以说美国现在是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,然而亚洲一大国的声援让美国欣喜。据悉,印度近来突然响应美国的号召,也开始禁止从伊朗购买原油,他还表示愿意和美国站在一起。 印度的举动完全和当初力挺伊朗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,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印度损失百亿大丹而倒向美国呢? 据相关媒体爆料道,美国军方通过军事大丹,牢牢地抓住印度为口向其出售F-35。 众所周知,印度一直想成为世界性军事大国,但是苦于自身条件而只能购买,像F-35这样的五代机来增强实力。 现在美国为了拉拢莫迪对付伊朗真是下大本钱,据了解印度已向美国提交F-35采购清单。 这样一来,作为伊朗的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已向美国做出妥协,印度也开始检构伊朗石油。 如此一来,印度的突然一击,着实让伊朗损失惨重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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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